人住民族委员会投入新台币5700万元的经费 启动第二期花东部落弱势族人老旧厕所改善计划 新增专人申办免贷电修缮经费 以及补助额度差异化等辩明措施 不过原民议员指出在花东分配比例需明确数量 好让经济弱势中及被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协助 原民会厕所改善补助措施将进入第二期 预计将在民国112年底改善花东地区700户原住民家户厕所环境 花联县原住民级的议员下乡考察时就被问及相关的问题 就认为花联所获得的比例跟数量必须要明确 让执行单位可以了解急需改善的弱势团体以及家庭优先执行 才能够落实补助政策的目的 最近今年度我们中央原住民主委员会有核定了 就是我们花联县卫生设备总共是5700万700户的名额 在花联县地区要设置这个马桶卫生设备 可是花联县弱势团体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700户呢我想人数还是太少了 希望我们中央原住民主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提升这个名额 让我们花联县所有的不堪的这些卫生设备呢能够做完善的改善 明年度的部分会增至到700户 可是就按照这种方式来讲 花冬其实近期弱势的一些家庭跟住户或长者是需求蛮多的 那就以我万人相来讲 那其实真正在今年所补助也不到十几位 那其实就我自己部落来说 那也趋近大概三十十户仍然需要 所以我们单从数据上面这样来去看 而且在分配的过程里边 那在增额数其实原民会应该要将整个一个补助的额度数 应该要增加更高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同时就是说虽然在补助的一些的窗口 现在是化为到原民会 那原民会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细节部分必须要被讨论 譬如像是所谓的被补助的一个优先顺序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说明清楚 我们俗称的是游戏规则 那在这边的话也希望说 故意包含原民会这个地方 那也能够透过在这次 包含这次的经验的过程里边 我们能够将这个整个补助的一些的项目 真的实际能够达到去大家所希望跟期望的部分 偏向部落不只是家户或者是文件站 长期以来存在着资源不足 无法协助老旧公共设施厕所的改善 而家户也更不用说 花东部落很多家庭使用传统式的敦式厕所 对长者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 第二期也只有700户能够进行更换 数量有限的情况之下 原住民议员更希望能够明确地分配 花莲与台东的数量 让急需更换的长者能够优先进行改善 才能够显示出政策的良善目的 记者凌桀综合采访不到